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攸行車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攸行車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好物 我還要出發了 哈囉 今天有四十七天 我還要來四地中海 就是要去四個國家 要坐一個揮黃浩的幽默 十二天 現在在中間記錄在等父親 稍等六點五十分就要拍了 我這拍是經過上海 另外一拍是經過北京 我們上海 現在人在上海 我們十二點半就要坐飛機來北京 你們有興趣嗎 好 從台北 我來上海 過程 這是上海航空的庫徑旅館 我們在這裡租一晚 像我們在中十二十二點半 飛機要找路面 這是上海航空的飯店 上海航空 上海 已經賣給東方航空的飯店 還在這裡 這是過境旅館 我們在這裡住一晚 中十二十二點半 飛機要飛路面 這裡是上海機場 我們已經上飛機 準備要飛羅馬了 第一天到這裡到羅馬 我們在羅馬這裡有廟國餐 這間叫做廟棚 這是廟棚 這是我們的林隊 對 夏天坐在這裡 喝咖啡 看海 真的是外國人的生活 比較浪漫 我們都要學 這是飯店的飛行 這個大車開不進來 車子要開在外面 這是飯店的餐廳 看起來像一個古堡 陽光普照的Sony Bay 我們要離開了 我再拍一次 看到這麼多的帆船 停靠在這裡 如果這些帆船 全部都在海上 有多美 這裡是羅馬的郊區 這個地方叫做太陽灣 因為叫做Sony Bay 這也是義大利文 今天天氣有夠好 今天買一個郵輪 我們今天去買一個 這隻郵輪 總共13萬9千斤 總共有十八樓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一點半之後 我們就要去 開始就準備了 所以我們會在前面 住八天 這家是要走 西邊的地上海 經過西西里島 去土尼西亞 土尼西亞 去西班牙 西班牙 去法國 法國跟回家的路 全程都做十二天 大家要乖一點喔 聽領隊的話 領隊在教你們怎麼用對講機 這個對講機很有用喔 如果你跟著領隊聽得到聲音 就不會丟掉 如果你發現聽不到聲音 表示領隊離你很遠了 義大利文 義大利文 對對對 所以他們一樣 謝謝的話叫 Graci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要開始我們整個 地中海郵輪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我們的行李會先進去 我們最大的船到了 有沒有背景那一台 喔那一台 MSC就是我們的最大的那一艘 我看到那隻船就是 這是帆船 他們的遊艇 遊艇 這幾隻是捕魚的 這幾隻是捕魚的 對 左手邊這一塊 就是他們的海濱公園 這個就是我們 最後一天的時候 可以看的 那個 米開朗基羅的城堡 米開朗基羅的城堡 對 米開朗基羅的城堡 好漂亮 文藝復興三節 很重要的一個 米開朗基羅 這個城堡是老的 還是後來修過 有修過 只要是 米開朗基羅就是 15世紀的時候 他就好 他左手邊的話 本來有一個那個 海濱公園 本來有一個那個 海濱公園 水手輕紋 複式的那個 雕像過 之前不久好像 拆掉了 到了這個地方 叫7V 就是我們 停泡郵輪的港口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大型油輪的群靠港 我們高雄也可以停這麼大喔 對 我們高雄是世界三大港 哇 那些小的都被比下去了 小的都被比下去了 小的都被比下去了 今天從這裡開始走 開始走 它就像那個公車環島一樣 每天一個點一個點這樣子 這隻油輪有多大 你現在從這裡開始看一看 看一看我攜落度 這隻你看多大 十三萬 總共十四萬 這麼大 駕駛 叫做M.S.C 這是Civitabitia的碼頭 現在我們要在這個碼頭 做check-in的動作 我們要先把行李送上船去 真完美 叫到名字的把行李給他 這個是郵輪在check-in的櫃台 這裡很有知識很簡單 這是我們的團員在這邊等著要上郵輪 很辛苦 再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要上我們的大船去享受了 嗨 這裡小小的 但是它卻能夠容納兩千人 但是我們基隆很大又很亂 真的 看這隻多大隻 我們現在要坐這隻船 我們現在人在羅馬 羅馬的一個港口 這是一個古老的港口 我們在這裡要坐這隻船 十四萬檔 實在是很客氣 大家可以共乘這一艘船 人家說十年才可以坐這隻船 這隻船 這隻叫做AMS-C 沒辦法把你們人握下去 因為船太大隻太長 所以你看這麼長 我們今天去買坐這隻AMS-C 叫做輝煌號 裡面可以坐兩千幾個人 還有一千三百幾個學部生 所以這隻船差不多裡面可以坐四千人 有了 親愛的觀眾你們有開心嗎 有 挑開一下好不好 跳 跳 跳 這隻叫做MS-C 大隻到攝影機去買了 好 這我們可愛的客人 大家都有夠可愛的啦 你們真正福氣的啦 坐這麼大隻的船 我們後半天還要來坐二十四萬檔 好不好 好 好 這樣我就來搬 那叫做加熱比海 海洋力做好世界最大的 哇 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五千 像這個五千 但是他卻是 可以容納這個這麼大船 這個鋼口 好像靠這個收益就不得了 還有很多時候的古堡 這前十五世紀就有了 甚至還有米開朗基羅去的設計的古堡 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就有這個地方 在